韩婷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心性 一辈子把老婆宠在手心里 心庭夫妇的糖越来越好磕 韩婷的爱意也越来越明显 心性创业遇到很多困难 韩婷简直就是手把手教老婆如何当老板 大到资金的支持 小到管理层面的技巧 凡是老婆的事情都亲力亲为 更是无条件地贡献出了自己的资源 说句实在话 如果没有韩婷的支持 心肯真的很难走下去 心性能够创业成功 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韩婷功不可没 这朵娇艳的玫瑰 是韩婷亲手培养出来的 在老婆身上花多长时间和精力的愿意 韩婷如上线宠妻 真是令人羡慕 在别人面前都是冷冷 但在心性面前是特别的温柔 私下跟心性相处 从来不端着总裁的架子 非常放松地说着情话 会撒娇也会对老婆开心 在家里总是轻易地说着情话 老婆的饭菜她全包 心性喜欢吃什么 她就做什么 韩婷真的是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心性 一辈子把老婆捅在手心里 遇到韩婷这么完美的老公 是心性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点关注不迷路 一起期待后面精彩的剧情 好可恤 好可恤